第三百五十七级,收完就可以走了。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。 穆罕宇从外面走了进来,后面跟着两排的人,每个人的手上都端着一个盘子。 夏末呆愣了,小凡惊诧地睁大了眼睛,总裁对夏末也太好了,知道夏末没有吃饭就赶紧送饭过来,真是十足的暖男。 这个时候,韩经理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,看到穆总过来办公室,先是愣了一下,然后走过来就说道, 穆总,穆罕宇微微地点了点头,就朝着夏末走了过去。 韩经经看着穆总带着一对的人,眼底十分地冷。 她听说顾潇潇自杀住院,只不过她也只是听到了这些。 她给顾潇潇发了许多的消息,顾潇潇都没有回她,而顾家,顾市集团的门口都等着许多的记者。 所以顾家也派了特别多的保安,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是不是真的。 都是夏末这个女人逼的,而且健在顾潇潇生死未卜,而这个女人却在这里逍遥快活,大秀恩爱。 她就真的这么心安理得吗? 穆总,韩经经又开口叫了声穆罕宇。 穆罕宇的眉头微微醋了醋,但是还是回头扫了韩经经一眼。 漆黑深邃的黑眸,冰冷明锐,一般人看到这样的眼神立刻就怂了,想赶紧开溜。 韩经经也能看出穆总眼里的不悦,可是还是开口问道, 穆总,顾潇潇自杀住院,是真的吗? 如果他们都忘记了,那她就来提醒他们。 穆罕宇的轮廓瞬间就变得紧绷了起来,五官如同摸了薄冰, 每一寸都透着寒霜遮气。 她的眸光就像猎剑一般叮嘱韩经经。 如果韩经经识相的话,现在就应该立刻离开, 可是她却定定地站在那里。 小赵也感觉到空气里的变化,整个屋子的气压都变低了。 那个,夏默,我先去吃饭了。 小赵打破了屋子里的宁静。 夏默听到韩经经这么问,也突然愣了一下。 只不过,顾瞎瞎是韩经经的朋友, 她出事了,韩经经这么问一下也是应该的。 只不过,她似乎问错人了。 如果她来问自己,自己肯定会把事情的经过跟她说的。 可是她问的是母韩语,更像是挑衅。 她本想开口回答,小赵却先开口了。 小赵说完就想走,顺便把韩经经给拉走。 那个牧总盯着韩经经的眼神实在是太过于可怕了。 夏默没有注意到小赵的心思。 小赵之前帮助过她一次,今天又跟着自己忙到了现在。 再怎么样,她也得留她下来吃饭呀。 小赵,你就跟我们一起吃吧。 夏默看着小赵开口说道。 小赵尴尬地笑了一下。 呃,不用,不用,我还是比较习惯吃食堂。 说着还朝着夏默眨了眨眼睛。 真怕总裁开口让她留下来。 让她跟总裁一起吃饭,她哪里吃得下去呀。 看到小赵那么坚持,夏默也只好没有再留她了。 夏默又说道。 嗯,那好吧,改天我请你吃饭。 沐寒宇没有回答韩晶晶的问题,而是朝着夏默走了过来。 小赵朝着沐总攻身,然后就走到韩晶晶的身边。 韩经理,要下去吃饭吗?我们一起去。 沐总,方便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? 我真的挺担心顾潇潇的。 我打听了好些人,都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。 韩晶晶并没有理会小赵,而是继续说道。 看着沐总的方向,又开口问。 小赵身上的冷汗都快冒出来了,屋里的空气冷得都快切冰了现在。 你那么关心她,应该自己去问她。 难道我应该比你更清楚她的行踪吗? 沐寒宇头也没有回,冷冷地开口。 念她是个重情义的人,不跟她计较。 韩晶晶又说。 沐总,网上的新闻是真的吗?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 顾潇潇应该不是那样的人。 她…… 沐寒宇转身,冷静地说道。 你不觉得你的话太多了吗? 沐寒宇的声音冰冷,带着似血的残忍。 她是稀才,可是不代表她不会开除它。 TP的合作原本就是公司里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,且不说夏末她根本就不懂得法语。 这个策划案就会很容易出问题,而且夏末就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策划案。 时间之短,只给了夏末三天的时间。 这怎么够? 韩晶晶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公证,这很明显就是在公报私仇。 只不过看在她对公司出力多年的份上,她已给自己预留了策划的时间。 显然,她只是为了给夏末留一个下马威,给顾潇潇出气。 看在夏末刚刚那么认真又那么有活力的份上,就多让韩晶晶在这个经理的位置上多做些日子。 而是如果韩晶晶自己不珍惜,她也不介意现在就开除她。 韩晶晶的后脊背是一阵的发凉,脱衣有些发软,她也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些不理智了。 她要留在万豪国际针对夏末,就不该招惹牧总。 可是看着牧总送餐下来给夏末吃,他们这么恩爱,完全不顾顾潇潇的感受,她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。 可是,现在已经招惹了,她心里再赌,公司最近这么多的事情,如果总裁再因为夏末把自己开除了,那么公司高层以及董事会对夏末的意见只会越来越大。 所以总裁不会在这个时候开除她,而且已经招惹了,现在不把话问清楚,恐怕以后这些话再问出口就有些难了。 韩晶晶抿了抿唇,继续说道。 我知道萧萧有做得不对的地方,可是我更知道,萧萧是真心爱着总裁的。 就算她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,能不能看在萧萧曾经那么爱总裁的份上,放过萧萧一马呢?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一次性说完? 沐寒宇抿了抿唇说,声音沉冷得可怕。 韩晶晶继续说。 沐总,我知道,我不该说这些的,可是萧萧是我的朋友,她现在生死未卜,网上有那么多关于她的负面新闻,我真的担心她会去死。 沐寒宇问道。 你说完了? 韩晶晶看着沐少脸上如同抹了寒冰一般,有些不解,但还是点了点头。 嗯,沐寒宇立刻说道。 说完了就可以走了,明天不用过来上班了。 韩晶晶愣住了,小赵和夏末也愣住了。 谁也没有想到,沐少竟然会直接开除了韩晶晶。 沐少若无其事地走到了夏末的身边。 走,吃饭了。 然后拉着夏末就往休息室走去。 夏末看到面前的这一幕也有点懵了。 她知道,韩晶晶是在替顾潇潇生气,可是她根本就不知道顾潇潇到底做了什么。 而且公司现在这个时候真的不是开除人的时候。 这会给沐寒宇带来很大的麻烦。 夏末被沐寒宇拉着往休息室走去。 她犹豫着,要不要开口替韩晶晶说话。 她转头迷茫地看着韩晶晶。 韩晶晶一脸地震惊。 此刻碰触到夏末的眼神,瞬间就回过神来了。 沐总,我想知道,你为什么要开除我? 韩晶晶问道。 难道就因为她提醒了总裁一句顾潇潇的事情,总裁就要开除她? 果然,自从夏末来了以后,总裁就变了。 以前的总裁是多么的公私分明,如今又是多么的公私不分。 你觉得我是为什么? 沐寒宇回头反问。 她的轮廓线条紧绷,眉宇间布着一层阴露的寒霜,冷漠的眼神十分地可怕。 韩晶晶又说。 因为你不想我提及顾潇潇。 因为你愧对顾潇潇,因为你心虚。 你跟沐总什么关系? 夏末没有等韩晶晶说话,就先开口了。 她当然不是在质问韩晶晶。 而是在帮韩晶晶。 你跟沐总是上下级的关系,而顾潇潇并未设计公司的事。 你越权了,韩经理。 夏末知道韩晶晶是误会了。 以为总裁是因为她才把顾潇潇的那些新闻给曝光出去的。 可是实际上不是,是顾潇潇咎由自诩。 可是在韩晶晶的眼里可是不一样的。 夏末说得没错。 她不该在这个时候去问沐寒宇这些问题。 可是她刚才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气得头晕了。 她以为沐总在这么敏感的时候是不会开除她的。 可是没有想到,沐总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开除她。 韩晶晶这时候的脸色简直难看极了。 顾潇潇确实自杀了,已经送去医院了,她很平安,没有生命危险。 夏末淡淡地回答了韩晶晶刚才的问题。 现在的问题是,顾潇潇愿不愿意放过自己,而不是沐总愿不愿意放过她。 韩晶晶,我是看在你重情重义的份上,今天跟你说这些。 顾潇潇并没有她表面上那么的善良。 夏末接着说道,韩晶晶刚想开口再说什么,便被小赵打住了。 啊,是啊,既然知道顾潇潇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,要不然韩经理你到时候有空再问她本人吧。 韩晶晶有些不服气,还是继续说道。 所以仅仅因为这些就开除我?我在万豪国界这些年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 沐总,不怕这样太寒了大家的心吗? 韩晶晶是个聪明的人,她知道有的话,即便不用说,沐总也会明白。 在这么特殊的时期开除她,的确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。 哼,韩晶? 沐海宇吃笑了一声,她的唇角勾起了一抹斜色的弧度。 可是那样冷冽的弧度更加地让人觉得胆寒。 沐海宇又说, 不是我让大家寒心,而是你韩晶晶让我寒心。 韩晶晶皱了皱眉头,心里头开始有些不安。 你自问你做的这些可公平,可按公司的规程,可有把公司的利益排在第一位。 你如此公办丝绸,和好。 沐海宇冷冷地开口问道, 韩晶晶的脸色一片的苍白,原来是如此。 是夏末添油加速地告诉总裁的吧。 这招还真是高,还故意把总裁叫到策划部来,就是故意策划了这一幕吧。 韩晶晶的心里已经慌了,她强装着镇定。 我让她休息,是她自己要求要做的,并且跟我保证会做好。 她是牧总的女人,刚好我手上正在看这个项目,就把这个项目给了她。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,如果夏末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,可以当面提出来,不用这样的。 韩晶晶不愧是在万豪工作了这么久的元老。 在沐海宇这么冷冽,这么高压的情况下,还是能从容不迫地说出这些话来,还真是不容易,完全把责任推到了夏末的身上。 要是外面的人听到这些话,肯定又会说夏末在策划部里作怪了,把韩晶晶给拉下来,自己上位了。 穆韩宇确实有这样的想法,但是还不到时候,夏末也还没到火候。 确实是这样的,是我跟韩经理要的项目,不关韩经理的事。 夏末朝着穆韩宇微微一笑,满脸都是讨好的意味。 虽然,她知道韩晶晶把项目给她是故意刁难自己的,但是一早上的学习下来,她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完成。 早上,小赵不仅帮她翻译了项目材料,还简单地把翻译好的材料以及所涉及到的知识面跟她讲了一遍。 她真的在当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,所以从一开始的抗拒到现在的慢慢喜欢。 而且夏末也觉得以韩经理的能力可以帮到穆韩宇很多。 夏末并不希望穆韩宇因为她的关系把韩经理给开除了。 韩宇,韩经理虽然有错,但是最不至于开除。 你现在开除了韩经理,大家还不知道怎么说我,可不可以看在我的份上不要开除韩经理。 夏末往前走了一步,白皙的小手轻轻扯了一下穆韩宇的西装衣袖。 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看着穆韩宇,黑白分明的黑眸里,眸光温柔而又柔软。 她知道,穆韩宇正是在护着她,她很感激,就像她在护着她一样。 她也需要在穆韩宇的立场替穆韩宇去思考,尽管她能做得真的很少很少,可是哪怕只有一点点,她都会倾尽全力地去做。 小赵不敢再替韩经经跟穆总说话,毕竟穆总身上那份冷意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小赵只好小声地对韩经理的开口说道, 韩经理,你赶紧道个歉啊,这事就过了。 韩经经没有想到夏末会替自己说话,可是就是因为这样,她才觉得夏末是个白莲花,手段是十分地高明。 但是如果她这个时候不道歉,她就真的会被开除了。 对不起。 韩经理在最后还是开了口,要给顾潇潇讨回公道,就要留在万豪国际,这样她才有更多的机会。